云制自保温气块生产线 简易经济型恒星机械技术方案 经常有客户 跟我们了解设备工艺和具体报价以后 问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技术方案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 不同段位的价格 当然有不同品质的东西 不过很多客户还是很纠结 很多客户因为看中的是我们恒星机械的质量 但是价格上如果能再美丽一些就更好 硬广告客户的需求 果斯推出一套经济型的云制自保温气块生产线设备方案 此方案为了保证客户的产品质量 故切割线设备保持不变 与自动线一样 在其他设备投资上做了改动 有需要了解详细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系 开胶住方式的好处是节省了回头 送银装置 电控系统 百度车等转运设备 这种胶住方式所使用的模具 是不需要大量的模具底板 直接在地面上铺设一些薄铁片就可以实现了 同时在模具制造成本上也节省了很多 早期也有客户选择使用插车搬运模具来胶住 但这种需要大量的模具底板 成本上没有实现最低 下图为插车搬运模具胶住事宜 胶住好的PT 直接就地养护成型 达到脱模的强度就可以进行脱模 脱模的方式一般是人工拆模 也有的客户是使用横掉配合检易的脱模机构进行脱模 这取之于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模具 模具使用对角开的模具 这样人工组模拆模具很简单方便 脱模后的PT需要养护一定时间 达到切割的强度就可以拿去切割了 搬运PT的方式我们也推荐两种 通常是使用报夹插车 有的客户使用卷阳机搭配检易的毛皮吊具 进行搬运切割的PT 这取决于客户场地的配套设施 以及切割线设备的布置情况 为了保证自保温气外产品的品质 切割线设备部分还是保存不佩 毕竟降低成本也不能降低产品的品质 那样就得不偿失 最后就是成品码头部分 投资小的客户可以选择简易型的成品码头 一台卷阳机加一个简易的夹早 就可以解决某个问题 以上就是恒星机械公司 针对小投资的特费方案 这些都是我们客户真实的案例 具有可行性的参考价值 当然简易型的方案设备上投资上 但是需要人工 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也不低 具体要看地区 不论哪种都各有优劣 客户可以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